因為像現在有時候 男朋友給我看她的手機 她就會說 怎麼會有酸民 會有食人私訊 她要叫她怎麼不去死一死 這種話 真的很多 一一婉拒求婚 高EQ回應酸民 納豆被嗆怎麼不去死一死 怕被拋棄 我相信這一年 我真的是切身感受 我照顧者的 家屬跟照顧者的 被照顧者的補免 納豆年初因為腦溢血 送醫治療 從無法自理生活 到現在已經康復九成 沒想到卻有酸民 私訊開槍 逼得一一硬起來封鎖 她就會說 怎麼會有酸民 會有食人私訊 她要叫她怎麼不去死一死 這種話 真的很多 然後我會 真的馬上強悍起來 就會把它封鎖 刪掉 我就說 這些留言你以後都不要看了 因為這對你的生活 不會有幫助 而且有一些是真的會 讓你瞠目解釋 想說 現在人都這樣了 怎麼還會講這種話 不會 因為我不會 我覺得他們這種人 其實他們是最辛苦的 如果他能講出 這麼嚴厲的話 那他自己的生活環境 一定不好受 他如果罵兩句 他可以開心一點的話 我覺得也無妨 反正我滑過去就算了 什麼意思 他上天講台之後 他說什麼都要說 應該是今年十二月底 應該是今年十二月底 全部人都嚇到 可能連復健醫師自己也嚇到 想說表弟好像不是這個時候 然後他下來之後 我就說你怎麼會突然 腦海裡面有這個 他就太開心了啦 對 如果要是100分的話 他現在100分多幾 他現在應該已經有90囉 對 連醫生都說是奇蹟 然後醫生說 我們真的做得很棒 因為他其實是比較 需要人家鼓勵的人 因為可能以前在這個舞台吧 豆哥 豆哥 大家這樣子 所以我私底下也是必須 要一直鼓勵他 怎麼這麼強 然後用舞台式的演出方法 穿個衣服說怎麼那麼厲害 然後這種 然後或者是連喝個飲料 然後說好帥 就是用這種 用舞台式的 讓他明明知道你是很滑稽的表演 但是他就會不小心就笑出來了 每一天他看到我的時候都是笑笑的 然後每一天現在就是很像 跟丫鬟鬥老爺一樣 就真的真的真的 真的讓他更開心 可是我覺得這樣子 我們這一年的感情 也更加緊密了 我真的很感謝我爸爸媽媽 生命到現在目前為止 是沒有回家過的 所以我爸爸媽媽就是 每週請我吃飯 每週請我們吃飯 就可以一休戒兩個小時到三個小時 因為我男朋友現在很需要我 就是他這一年 變得非常非常的黏我 所以我沒有辦法 有一天不在他身邊 我就說他這一年是 也變瘦了 然後每天幫他擦保養品 也變帥了 然後再來就是訓練體格 真的變歐巴了 我就想說這一年的訓練 會不會有一天變馬東矢了呢 你真的覺得很軟嗎 我每天看到他都覺得好看 不然怎麼撐 都已經交往五年多了 對啊 如果我每天看到他 越看越不好看 可能應該也走不到今天了 你之前都有什麼好看 我說要再去說 那你好像就是笑不笑 可能這一年 他還怕我跑掉了吧 因為太多 太多挫折跟太多困難了 他就會說 你會不會就這樣不愛我了 或是你會不會拋棄我 我當然就說不會 最辛苦的都過來了 不過求婚這件事 我還是希望他先把自己照顧好 這是我現在最在乎的事情 從小到大真的幻想過無數 什麼海島 花園市 戶外風 通通都想過了 但是這一年的轉變 突然變得自己好像老人家了 長大二十歲 我現在就真的覺得 有陪在身邊健健康康就好 因為我們現在等於是住在一起 然後每天都一起生活 有沒有這個儀式 對我來講好像沒有很重要 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